双方的这个入场仪式 今天大王是内线唱主角 我们还没看到这个首发 正常情况下大王应该是首发 这个得开场以后辨认 因为这个Fiba有时候给的这首发名单 和他上场有点不一样 上一次诗余赛就是给的完全是对不上 对 我上次诗余赛第一场打澳大利亚 上档了吧 字幕给的徐杰首发 长半天徐杰跟哪 好 接下来是奏唱国歌的仪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程回应cede 应该以日他的探柢 起荀不el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国际比赛啊 在正式跳球之前呢 队员们还有一个就是热身跑盘的分离一个机会 分离一个时间 所以大家呢 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镜头呢 也是给到了翟小川 翟小川呢 其实试育赛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着急 想为国出战了 这个试育赛内界国家队里边 翟小川是没有进入到名单 但是呢 商议之后 他是一直在积极的进行康复 积极的进行训练 等待国家队的征召 所以呢 这次 我是觉得 征召的这五名球员里边啊 很有可能翟小川获得最多的这种出场时间 一个是刚才周鹏也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翟小川的国际比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和场上的大部分球员一块合作的时间比较长 互相之间这个默契可以说是比较好的 这支韩国队呢 20号罗健儿 以前我们叫他拉特利夫 以前他的背心上面也写的是拉特利夫 他呢 年龄大了 33岁 受过大伤 在身高上 他只有差不多不到两米的身高 所以对中国来讲呢 应该说五号位 他除了有这个下盘 有防守能力之外 其他的其实已经 罚善可陈了 这一点是中国队要特别要利用的 另外一个他们有两个非常不错的年轻的球员 一个叫 李贤仲 他们原来的一号 是一个身高 差不多有两米出头的 后卫或二三号位的 也是在上一次亚洲被选拳打得非常不错的 没有来 这个是这支韩国队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个叫李俊 李俊锡 他是身高差不多两米零四左右 但是相当于咱们的郭浩文念 也没有来 那这两个人呢 都去美国了 所以从整体的说这个韩国队是否是他们最强阵容 肯定是不能说是最强阵容 上一次打一选赛没有那个许熊跟许许许勋 这两个许再的儿子 但是呢 这两个个儿比较小 但是总体来讲他们的身高比我们以前认知的韩国队要高 就是两米左右的人很多 这个已经不是我说都跟小个儿蛮蛮长跑的已经不是那样了 他们平均身高是1米97 中国队才1米98 但是他们平均年龄我查了一下是28岁 咱们中国队平均年龄是更年轻的年轻的应该是25还是26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年轻 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我觉得从三分的能力上来讲 跟老的汉国队是不能比的 没啥比 这个人啊 这个个儿一上去 他就 他这个 不知道怎么 就把原来的特色 刚才柯凡讲了好几次 这个特色就丢掉了 其实现在大家看这个BA的比赛啊 就是好多可能不喜欢勇士啊 或者说和勇士勇士的对手球队成迷 就是老觉得特烦啊 光当你一三分九几个三分九一分拉开了 其实最早我有这种感情的时候就是看中国队打韩国 他就投三分 就怎么那么准的啊 插插插插插几个出分之后外边张手就有 而且都是小个 其实就是因为身体条件的原因啊 所以呢他们就必须得加强啊 或者说另辟蹊践 走这种快速的三分球呢 就是篮球风格 而当时确实在亚洲韩国的那种打法啊 整个是让中国队形成了就是最头疼的对手 基本上不管是押运会也好 押运会也好 当时只要战胜韩国那冠军就完了 还有一个后来呢 韩国队的防守就特别 韩国队的防守呢 他有时候爱用全场紧逼 高强度拼这个拼抢 造成你直接的犯规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韩国队啊 有没有沿袭下来 至少说2019年的时候没看着 看着像是孙明辉 赵锐 王哲林 首发 但是呢其他的还没看到 咱们看肚子岛跟他们交代 主要跟谁说话 跳球应该是韩国队15号 金东奎 也是韩国队最高的 他是2米07 这个球员其实也能够投射3分 但是呢一般 刚才苏老师提到罗健儿 罗健儿其实他的防守能力也在下降 真的跟19年巅峰时期是没法比了 跟健的那个大伤啊 对他的影响啊 包括运动能力还是很大 傅豪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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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胡明轩 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 这种封线防守上移动的速度 傅豪还有外线3分 对 2号呢就是刚才二位介绍的这个许勋啊 他个儿最小 1米8 中文队呢今天首发的是 傅豪 翟小川 傅豪打中锋啊 对 然后赵锐 孙明辉 还有一个谁啊 胡明轩 这个应该说都知道派出一个奇阵啊 对 上来先犯规了 这本来呢中国队这边其实就是在纸面上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还是在力气升高 对 但是今天一个大个都没派上去 嗯 韩国队发一个安全球出来 打低位对又一个反抗走步走步给了敏轩的一个车凳子 孙明辉这个低位防守防得很聪明啊 没有去吃对方的这个身体对抗 因为好像首发的球员里边孙明辉应该是身高最矮的 我记得以前韩国队用李承炫的时候就单吃 孙明辉曾经有过这样的打法 你看他这个韩国队防守啊 后卫球员老是全场去缠斗你吃球员 然后之后呢直接攻框漂亮 赵瑞这球啊杀的非常的坚决 这是第一次啊就完成任务了 嗯 是吧 完成这么漂亮 要的就是突破 韩国队呢圈宁挡拆这边给到外线的三分球啊 崔俊龙 这个大延误其实还是在防守段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对 完全没有找到球的转移之后的第二点 韩国队这边呢 其实对有球无球人啊 一上来的这个身体压力都很足 富豪和孙明辉两招 上拆 富豪篮下还很稳啊 他让许勋去防啊 孙明辉待会儿可以低位吃的 孙明辉最喜欢在篮底下吃比较矮的 是吧 哎呦里边啊 他有三分 过来呢 中空队冲速度漂亮 又是赵锐 呃 其实杜峰指导本身在联赛里边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甭管你进不进 快速的打球推进到前场去寻找转换的机会 横子这边到篮下 到球 赖小川 篮下的护匡 推进的过程中呢是许勋对孙明辉的犯规 哇这个不穿不看人传球传的还是挺巧妙的 哎 哎 来小川这个防守位置占得也好啊 金东奎还是慢一点队里的最高两米零七 哎 吹了一个中国队的进攻反轨 嗯 应该是一个非法养护 今天的核心后卫就是许勋了 掩护之后换人 到篮下呢富豪一对一防罗剑儿 他的这个低位转身的一下技术还是很扎实 其实19年世界杯时候他打得很棒 他打40分钟那场球21分 是当时中国队只显胜了4分 有算规嫌疑啊 你感觉把富豪给推出去了 踩现了 把赵小川给推出去了 其实刚才上一个回合 孙明辉突破船内线富豪的那个球 船都非常好 但刚才这个球有点 好 你看啊 这个球让杜峰换人了 打了一个之后换下杜峰 上这个范子明了 今天不会是连王州林中上不了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他并没有打人 贺希宁也胜 全场的12 中队呢给的防守压力也不差 赵小川防守位置控的不错 但是呢韩国队这边 金中奎到禁区里面 又给自己后卫拳做了一个掩护 把赵小川给挡住了 胡明轩的突破 底线横传球啊 两次传失误了 退防很快 赵哥罗建儿一对一打范子明 范子明不错 干扰下来了 但是第二点篮板球还是被韩国队拿到 防得不错 新年这球可以啊 嗯 许兴比你矮 他也突破没突破 进攻犯规 有一个明显的支肘的动作 赵瑞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今天 那虽然有两次失误啊 竞争上防守还是做得不错 是 这种逼抢和压迫性 哎 体现得很好 包括全场景品 领防 股权上了 股权上了呢 在外线的这个威胁性呢 是在提升的 啊 这是扎咬川好长时间来第一次打比赛 嗯 是 嗯 肯定也是要适应一下 今天这个事儿啊 比较紧 非常密 比较紧 嗯 所以呢 如果一直是保持着这种强度的话 其实对韩国队是不太厉害的 嗯 韩国队是容易下手的一支球队 漂亮 还是突破 哎 迅速的退防 篮板球抢的不错 这边 并没有享受 看一下何希宁啊 前场的三打二 何希宁左手上篮 篮板球被洪明轩打起来 三分第一次出手 好球 赵瑞 赵瑞已经拿了七分了 进攻质量非常高 没错 中国队第一次三分出手 我的命中 我一直在 还在想 哎 突得这么深吗 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式 没有投 篮板 罗健儿呢 个儿小一些 才突三分 当然了 就是中国队这边啊 就即便大中风 范子铭上了 速度仍然不强 对 能抓反击 还是尽量大反击 还是要打打篮下去 嗯 哦 赵瑞 外线色的再进 连续两个 就打了四分半中 十分到时候了 对 表现最好的球员 目前就是赵瑞 长队这边呢 还是圈顶 挡拆发起 进来之后 裁判是吹了 胡明轩的犯规 胡明轩是不是第二次了 中国队在高位防 这个挡拆的时候啊 用了很多方式 比如说换防 比如说像刚才 这个防一侧 然后呢 还有这种大延物 就目前来讲 几种方式 效果都不太好 对 而且韩国瑜很会特解 你换防的时候 他连续挡两次 一左一右 最后突进去 上徐杰了 哦 许勋的第一阀没进 刚才换了两个人 下的是赵瑞 对 和这个胡明轩 杜志导这个换人啊 还是挺及时的 几次换人 尤其是这个 没有把赵瑞说用到打不动了 再让你下来 两伐不中 嘿嘿 这少见啊 一投手啊 两伐不中 徐杰 双控在场上 对 后卫之间打手提手 漂亮 兵辉 漂亮 空间很大 这边呢 因为有范子明啊 下顺了 所以罗建儿 不敢往上扑的太大 是 范子明 其实他的掩护质量 是很好的 没错 哇 你看 徐杰防 许勋啊 就脚步啊 就更跟得上了 没错 一开始贺西宁啊 一米九几 我去防没问题 我现在我一米八 跟你防 还是没问题 对 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徐杰他的对抗能力 在亚洲后卫这个位置里边呢 也是属于相当的出色 许勋下 刚才那两扒不中啊 估计教练员有点不太满意了 上了43号李大成 这是他们的队长啊 老队员 这个是个高 全队第二高龄啊 一米九 三十二岁啊 三十二岁 这第一高龄是33的卢健尔 嗯 韩国队这次进攻呢 只剩下八秒钟 哎呦 五秒了吧 还是发安全球 跑位没出机会 齐平 中距离 打板命过 在这个位置 打板其实需要很难的那种 太小梦了 是吗 对 这球头大了 我还很认真的分析呢 徐杰利用范子铭的掩护出来接球 自己来啊 中距离 这球短了 一个后车被后车步之后没有甩开防守人 嗯 而且呢其他的队友啊没跑出机会 没有太多传出空间了 还是打开之后罗健尔的下顺 呦 你看这个瞄着板打都没打进 对这个球倒是应该打板 苏老师懂球啊 哈哈哈哈 大家把苏老师懂球打在弹幕上 哎 苏明辉这边被对方掏扣手了 但是看一下落点啊 哎呦 反对我们三 对而且这个犯规啊 四个犯规了 对是不是有可能被吹这个围铁 他是一块攻球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因为他已经跟球没关系了 这如果吹了围铁的话呢 就是有点不划算了 对 一方面呢我们的犯规已经满了四次 对接下来下一个就要罚球 另外一个 这个是他们还有球权 围铁你能多一次球权啊 反正从规则上来看呢 这球是应该给围铁的 围铁已经意识到李大成的这个跑位啊 这一下 中国队有几次失误啊 有两次失误是 前场在攻的时候传球出界 左路的突破 出界他就没有形成快攻 现在最怕就这种球 就如果说你自己 啊篮板球啊 失误啊被对方抓住 违体 违体 这是他们的主教练邱日盛 刚才啊孙明辉推进的时候呢 就是缺少点警惕性 对方是从后边把这球掏掉 上一次突得太容易 对 你还记得那个球 孙明辉进去完全是半边是开的 嗯 没有人在那儿 诶 韩国队今天那个罚球真是不咋地啊 连罚丢了三个了 现在呢胡明轩两贩 其他的呢都是一次犯规 但是背一次为体呢挺危险的 对 赵锐呢开场以后拿了中国队十四分里的十分 李大成圈顶位置要强突孙明辉 哇 这个球难度很高啊 冬队打韩国队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护球 因为韩国队手很快 还是打得进去啊 对 厂来富豪给赵锐做掩护 呦呦 太难了这个球 呦 被切掉了 等于是陷入了对方的包围圈 走步 走步 吹着晚了这球 但是确实走步 抓手你看这个 啊对 先的 光光两步在下球 这个真的是 国际比赛里吹这种球吹的是盐啊 赵锐 好想再一次挑战罗建儿的防守 赵锐是坚决执行 嗯 你看这质量也高 一记绝尘 而且呢先从突破 去找到了这种比赛感觉之后 两个三分球 对 再加上这次的突破 真棒 这防了他 嗯 这次不换啊中锋出来延误 哦吃假的 富豪防这个罗建儿啊 就是脚步上呢感觉是有点吃亏 今天看来大王就不打啊 对 是吧 哇大王不打 那肯定在五号位上我们 呃 谈不上有什么优势 没错 周明辉 哎分的不错 看外线斩小川的三分九 嗯 韩国队这边其实也呢 也发现问题 比如说他开场以后几次禁区失守啊 所以他现在呢收缩的比较小 李大成 还是打这中距离 现在呢他要真的突离韩国队没有什么办法 没错 就是投篮了一下啊 哎 呼 这球给的是不错的 回来之后呢韩国队里边防守也到位了 哎 怎么回这球呢 漂亮啊 下 确实有点富贵险中球的意思 小虎 这点 周耀川掩护之后呢出来接球 胡铭轩 今天胡铭轩里边没有获得太多的进攻机会 赵锐和范子明挡开 哎 哎 要要丢 对 他手可快了 这不也是走步 又一次走步 对他走步啊 他球没传出去啊 抱球啊 对 因为他也怕失误 对 然后呢又没传出去 脚底下已经开始了 被他抢走了 你看 按理说韩国队这个基本功应该是非常好的 包括像法兰这种也 现在跟以前就是说了没有灵魂的 没有灵魂的 2000年初那支球对比啊 那个时候的韩国对比就差远了 对 而且呢韩国他因为疫情的原因 嗯 他的国内的联赛跟篮协吵架 看这边啊 顾全外线的三分球 延续着打失于赛的好状态 顾全 待会我们讲那个韩国队的事情啊 嗯 他失于赛没打 对 因为他他退出了 然后被罚了 外线绕切里边中工队呢 对无球人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保护后面的罗建儿 嗯 这球范子明的防守选择没问题 今天他们的得分主要来自中投 对 陈明轩 好球 又失误 最怕这个失误 对 这不是又差点走步 差点差点过来不是有人接吗 走步又一走步 哈哈 这也太明显了 这肯定是走步啊 要说啊 今天中国队有几次失误 在我们料想之中 对 毕竟这个队伍在一块合作有几个 因为像贺希宁 他们都是后来来的是吧 呃 但是呢很强硬 你看这个走步数量就知道 有四次了是吧 对 这第一节韩国队是真给机会 三次走步 因为我平时确实也没看过韩国联赛 嗯 是不是他们联赛里这种球 吹得比较松 我也没看过啊 不 这一次赵瑞的突破呢被盖掉了 好 好 好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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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 要不然这个接球之后啊 好一个个都给打干了球 要光光先往上冲两步 先抱着球走啊 啊 漂亮 漂亮 哎呀 第一节呢还有最后的40秒 双方是站成了19平 没看过 前场球好像是 中国队至少没让韩国队有什么三分机会 到现在为止他们是三次中两个 成功率高 但是数量上还没构成威胁 但是中距离确实准 这是许熊 没让韩国队封起来 对 你要说让他封起来的话就不好打了 所以就是一整场都不能给他封起来 到位率还是非常高 五秒钟富豪防得不错 看看篮板球 篮板球富豪拿起来 还有七秒钟 哎呀一团失误了 还行 篮板球再拿 没时间了 那这样的第一节比赛就结束了 双方是打成了19平 非常激烈啊 第一节末尾啊 感觉韩国队里边的防守是在收缩的 所以中国队 就是咱们的题跟三分球有关系啊 中国队里边啊 在凸的同时 外线得给对方一 漂亮固卷 三加一 就是刚才说话音未落啊 就说咱们在外线得给对方一定的打击 是 因为他这个比赛是我们讲一下流动性的嘛 对 他被你突得厉害了 他自然就会往回收 结果中国队今天的三分的效率是太高了 五中四 赵瑞两个 顾全两个 中国队的问题 其实就是防韩国队内线防的不太好 然后还有就是中距离 这个位置 防的不太好 但是有所失有所得嘛 对 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策略 大家很坚决 一个是利用突破去制造防守的收缩 寻找外线机会 包括只要有机会 大胆出手 对 我觉得这个杜峰之导啊 一定是赛前盯住过大家了 杜峰队这边呢 就是对方的圈顶掩护 大中风出来掩误一下 但是呢 还是回到自己防守人位置上去 里边罗建仁和富豪两个人啊 手上其实都有点动作 一起来了啊 李大成 就这种球啊 要尽可能的扼杀在摇篮之中 是 他这么着光光进俩 他情绪起来了 你会不会想摁不太好摁 孙明辉 孙明辉还是自己突破 分球到第一脚 顾全的三分球 哎 不是吊他身上 推了孙明辉 篮板球犯规 孙明辉也没动啊 孙明辉这球感觉挺冤枉的 啊 他也没动啊 其实起跳之后 落地重心 自己没本 你自己吊人家身上了 你往回找不敌一点 你走步了 这个罗建儿这个体能真是 三十三岁今天看他能打多少分钟 对就看后边他这个表现啊 其实前面的就是属于中规中矩 但是呢比我想象的要好 哎 上个快 这个范规累积的比较快 嗯 因为见过太多这种亚洲的规划球员啊 一届比赛打特棒 后边呢虽然也进国家队 但是跟着划水 也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大部分这种规划球员呢 就是来着挣快进 嗯 雇佣兵 那今天呢 确实罗建儿比我想象的表现要好 因为咱们高度有点少一周期 少一大王啊 哎 又是篮西亚一对一单吃 打了富豪一个 罗建儿的优点就是脚步非常好 嗯 然后他的二次进攻也非常好 就是反应很快 是 他其实是属于那种碾压型的力量内线 呃 19年世界杯的时候 其实他内线打王哲林啊 就几乎是得吃得喝 对 王哲林防他都很费劲 而且你看刚才就是富豪 其实已经使出了啊 全力去顶 但是罗建儿还是有办法 吃到很深的内线转身 去寻找投射的空间 他们就是罚丢了四个桥 嗯 中共在这边又把范子明换上来了 看一下赵锐 赵锐进来 哦 哎呦能不能踩回来 哇 真球 四个人扑地板球 全没拿回来 韩国队这种反击啊 不能让他打起来 这个还是上来的非常快 沈小川到位到的很快 嗯 轻轻换联房了 再给罗建儿啊 真是球球给他打啊 哎 这个房子很好 这个位置控制可以啊 对 你伸手臂把这个空间给他控制住 对 就这种球啊 最怕什么呢 对方蹭迷犯规 来俩罚球 周明轩 进来之后往45度给 起脚空了 看看小川怎么样 小川的三分 漂亮 今天三分发挥的非常稳定啊 高效 来 七中五 现在三分 来了 这个就是中锋防守脚步的问题了 他比你个儿小了 对 回来呢 咱们看看中国队这次啊 组织进攻怎么样 都缩回去 看他判例突破 接下来还得打外线我们啊 我们这边 给球的压力还始终是很大呀 看一下外线啊 赵瑞三分球短了 哎 赵小川是不是犯规也不少了 第二次 对 现在我 胡明轩都是两次 对 我们有两个 就因为对方的外线的控球能力啊 包括投篮能力是比较强 所以就是我们用大中锋的时候 确实不敢直接这么着换 但是不换呢 对方的中锋下顺的速度又比较快 嗯 直接强断 赵尔卫今天斗智宝马 赵西宁 啊 刚才赵西宁在篮底下 跟他就得强硬 对 就得强硬 这中国南篮呢 在亚洲杯历史上曾经16次夺得冠军 因为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这个2010年以前啊 亚洲杯冠军这个事儿 在中国南篮这儿不算容易 对 是囊中之物这么一事 因为80年代的国家队90年代的国家队 包括这个后来 姚哥他们08届的那批国家队啊 就是属于在亚洲真的实力优势太明显 对 我们主要是跟这个奥运会挂钩的 前一次亚锦赛 嗯 会非常非常重视 对 第一个是争取主办权 第二个就是一定是102%的投入的 然后呢 到08年奥运会以后开始出现一些 就是战略性的调整 就是比如说我派红蓝队啊等等这些 我们是东大主了 我们就不会去去派最强的这球队参加 28比26这边呢是韩国队请求的暂停 压呢 压不住了 但是今天比赛里边呢 就是我们首先在防守端 没有给对方太多的这种打疯的机会 而且杜丰知道呢 就是面对内线罗继人这一点啊 防守上的人员更换还是比较频繁的 很有针对性 嗯 翘尔川是三范了啊 哎 他就出来之后呢 中央队全场的领防 哎呀 哎 这个小换房啊换的就有点早了 就是交接的时候啊 没交都好 后卫的人 嗯 嗯 呃 甲小川算是直接上去补 补完了 看到孙明慧过来赶紧交还给他 对 就这一寸劲啊 因为前面都是这么防的 对 前面都是大哥出来延误一下 然后马上回位 这一节比赛我们的犯规数太快了 对 给他这个 还以为他又要发不进 对 二十八平 回来看看孙明慧 孙明慧和范子明挡拆 给到远端又是小川的机会啊 很可惜啊没有把握住 哦他这个传球真是很精妙 对 看着内线下顺的范子明传到家务川 今天孙明慧啊 几次支配球确实很很有亮点 人风当中的一球 给了一进攻犯规 现在呢 这个进攻犯规其实对我们 还是很有喘息的好处的 因为我们的内线压力现在非常大 呃 本身可轮换的中锋少 对 小川也是三犯 对 小川现在犯规多了 板凳席上咱们也看到了江伟泽 嗯 江伟泽是打不开的时候 外线需要他去投篮的 哎 不全三分球这边的运动力 有点下降啊 现在重点就是罗健儿这个点 你能否给他控制住 对 哎 他的运球就抢他呀 徐杰抢了一圈不没抢到吗 不敢再继续抢了 再继续抢的话 有可能是犯规了 犯规了要罚球 对 你看 大一点 也是交接的时候 是因为罗健儿 站在三分线外 把范子明给拉出去了 所以内线的这个防守 空刀还是比较大 没人护框了 他扭角之后呢 顾全和范子明形成高地位 看这边啊 徐杰的三分球 篮板怎么样 这段时间我们篮板也吃亏了啊 对 咱们啊 命中率在下降了 哎呦 要叫暂停了 该叫暂停了 中国队是连续三次进攻 都选择三分线外出手 对 其实都很像 弹道也很正 就是没劲 而且机会 其实都是突破分球 或者快速转移 机会都出来了 传的也很好 这也是没办法 你开场以后 把韩国队内线啊 突得很难受 所以他收缩 他收缩就考验你三分球 你出机会就得投进 而且我们上来啊 确实三分准 对 你三分准 这玩意也有一个波动 是吧 没错 这就是一个势 说的好像有点玄妙啊 起势 人家起势了 然后咱们现在这段时间 那个势是在往下走 就是看这个暂停之后 能不能快速调整 另外呢 杜丰之导还有一个比较绝的 就是他选择联防的时机 我发现就是研究杜丰之导 他那这个突然变联防的时机 他是很有讲究 有些时候是对方越准的时候 他越变一个联防 反而受到一个奇效 就是看看这个暂停之后 中国队有哪些变化 对 其实周朵道理是客气的 过去前面喊着呀 吃鱼赛场喊着嗓子都哑了 这是中国队和韩国队 对亚洲杯的参赛历史 韩国队呢 是拿到过16次冠军 韩国队是两次冠军 我在亚洲层面里 能拿两次冠军不容易了 韩国队又把李大成换上来 韩国队又把李大成换上来 上来的一个首发核心后卫 孙明辉 这个三分球太关键了 已经落后6分了刚才 对 而且呢就是面对对方的防守策略 你怎么去打破他 你只有外线投进 刚才好 这挡拆完了之后 韩国队防守局员离孙明辉一米 李大成 尤其地板有点滑 韩国队呢还是打开 就是三分 就是这个 真准 一步都不能留 这15号金钟奎 他们那大个儿也可以 拉出来投三分 对 金钟奎应该是和中国队 交战多次了 好球 关键球啊 安瑟某能给得上 顾全 要说呢 中国队其实今天外线的 投来发球是不错的 非常非常准 给了个掩护 一个非法的掩护 对 他们也满了 但是不用罚球 现在的中国队是暂时落后这三分 看看刚才四明会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这边韩国队防挡拆还怎么防 赵锐第一节准 所以这边的防挡拆死命追赵锐 赵锐顶开锅箭儿 看看篮板怎么样 现在我们的篮板不行了 篮板拿下来 到了 赵锐继续拖 机会 再来一个 漂亮 哎呀 大姑啊 太可惜 这球是根本没人防啊 他已经进了三个了 对 现在全部收缩到篮下来 我们还会有很多三分机会 这么长结束阶段啊 这个时间段很关键 就是不要让韩国队起势 这漂亮 还是找外线吗 范子明投一个中距离 这个有想象力 啊 对 到最后啊 没想到是机会出在范子明这儿 还投进了 长两分 这是攻守转换的收获 哎 助攻上的中央队是有七次 韩国队有六次 韩国队还是打确定的挡拆 对 这次范子明防得好 对 你对他呢 就是你不用下压 你就在他面前 他比你矮很多 哎 是 孙明辉 观察防守人 再来一个 过来 顾全 好的 又是顾全 第四季三分球 今天顾全的这三分啊 效果 效果非常好 而且 我们的应对很及时 没错 叫完一个赞停之后啊 这个外边 孙明辉 是 其实第一个三分球 是这一串三分球里边 最重要的 对 因为孙明辉那个球呢 是实际上受到了韩国队防守的考验 所以刚才 呃 柯老板说 为什么杜知道今天没吼 他觉得你打法没问题 对 我们的转移球也没问题 只不过就是没投进 哎 没投进你接着投还会投进 就这么简单 对 而且那段时间 中国队减少了自身的失误 嗯 然后呢 战术打法上又按照既定的 啊 要求在做 那三分球其实就是 机会出来没投进而已 嗯 啊 你只要继续沿着这种战术思路 去坚定的执行 对 结果一定会在 你刚才不是说了 没有几个没投 连着三个没定 对 上半场比赛呢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 接下来啊 又该吐了 因为他不给你留空位了 你看 对 他这外头损失太大 5秒 真美丽了 哎 给了一犯规 红球犯规了 嘿 这是什么什么情况啊 不就大家都有 对啊 那就直接罚球去了 美丽 是吧 对啊 对啊 他5秒美丽 这红门轩一点动作都没有啊 就是 5秒了 放了一个 没问题 没问题 他这球完事之后 给肚子刀那么长时间镜头 还不如给一回放 里边哎 大家传这个球啊传的不好 队员还没有到位呢 应该传赵瑞可能更好一些 对 对 回来呢 重新组织半场的防守 防罗建儿别跳 对 汉子明 好球 漂亮 篮板点出来 他不是抱 他刚才不是两次了吗 中队这边呢反几个机会 赵瑞 造成犯规 他刚才范子明防 他不是 抱着球起来 又没出手 又下来 出手的那一下 对 这球不是又是一个走步 给他 没有判 对 范子明是连续防成 罗建儿三次 反悔了 已经掌握了他的规律 就是说你防他 贴着他 别跳 对 手伸直 不给他看框的机会 没错 而且别让他吃得那么深 我觉得 必须要说范子明 要比富豪防得好 有两点 第一个 富豪跟罗建儿 他们对位的时候 是双方满血的状态之下 体能是最好的时候 对 然后打到后阶段 范子明来防 其实罗建儿体能消耗 这是一方面 韩国队 第二个方面位置上 基本上不换人了 就全是他了 但是我是担心小范子体能 他也好久没打比赛 对吧 或者到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其实就是蹲位上 他完全能顶住罗建儿 就是不让他 那么近距离的 接近他舒服的出手点 扩大了 出来 这球是吹了范子明的犯规 对方的往底线 这个位置驱赶 这个策略是没问题的 李大成那边仍然有什么问题 他是资历老 打过这种比赛多 又是地长 刚说完啊 但是这个 你看没有 没事 还是出界了 我们已经先出界了 那后面航队如果罚球的时候 咱们要不然先夸一下 今天我们本身少了人 是吧 周琪打不了 王哲林 王哲林也打不了 对 整个这个轮换人数是有限的 中队现在是直令先这一分 现在我们就是五号位 我就担心体能 对 小房大 又来三分了 哎呦 这个球 贺希宁 对 贺希宁还是做出了高举双手的动作 他也想躲 可是贺希宁在看他那种情况的时候 他是心体有反应的 但是呢 有点躲不及了 对 韩国的球员他很聪明 很有经验 就知道你是在上哭的这样的一个起跳落地的过程当中 韩国 罚蓝啊 正好罚蓝 不论我听你的啊 就夸一夸 就夸一下就不进了 刚才不就是夸完他第二个就没进 这是要罚三球 三法两中 中队呢再把固拳换上来 杜丰之道使用顾拳啊 我就感觉上和下的频次是非常高的 对 就其实杜丰之道也知道顾拳年龄 还有他的效率的那种怎么样把他发挥到极致就行了 嗯 因为我们四号位上就只能有翟尔川跟他两个人是 好了破了全场 柯西宁给顾拳 对 三分球没有 看一下篮板球啊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可惜哎啊 少人了啊 四防五 回来要退 行逼迫对方停球看看外线怎么样啊 没有篮板 有这个推人了 对篮板球有犯规动作啊 没关系下来之后呢重新组织防守 这也不传的危险其实 啊这是墙头啊 啊这是下来吗 24秒 这个应该是这个钟有问题是吧 24秒了吗 嗯给了24秒尾利的手势 他打块了 对啊 这确实是中慢了 嗯 我们也罚球了啊 55号宋教昌 也是两米 你看他这个两米左右的人特别多 对 过去啊 韩国队得有三个左右是一米八几的 然后有四五个一米九出头一点点可能 能个别两个过两米的 对 你看金州城两米零四打了这么多年的四号位 是 明轩看看第二次罚球第二罚短了 四十平第二节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犯规双方都是11次 哦滑一下 嗯 刘静儿圈顶出手 没有 他这三分球啊 不是特别烤 球一传怎么样 范子铭转换进攻 漂亮 两分打进 大中锋下快攻 没错这个 前面的赵瑞的这个长传啊 实际掌握的也非常好 这进攻犯规 这进攻犯规 这一肘子 嗯 韩国队就是属于身上零碎动作啊 确实是多 原来呢在这个亚洲层面就觉得韩国队这个零碎多 但是到世界比赛里包括现在澳大利亚并入亚洲啊 就是那澳大利亚那比韩国队还会玩这个零碎 所以呢就是现在打韩国队就不觉得说他这个零碎怎么样 今天贺希宁有两个助攻很漂亮啊 一团三分一个团长团快攻 刚才是贺希宁传的 对 来哦夹击孙明辉 还行球没丢 这就反正就是最后还是丢了啊 但是他这个两人夹击的时候这个给的身体是非常的凶啊 当然这个呢也是韩国队今天第一次啊 在等开之后 用这么凶的方式去加击持球鱼 所以呢就是看看咱们现在因为不会再叫暂停了 看看场上球员就是在一分钟怎么来应对 那杜丰的球队应该是不怕这种紧逼的 嗯 贺希宁黄的不错 迫使对方出手动作有变化 身体上的可以啊贺希宁 漂亮啊 贺希宁黄直接挑战对方中锋漂亮两分打进还有加法 造成对方罗健儿的犯规 他这个罗健儿体能也下来了 没错 看得出来吧是 反应明显慢了 但是韩国队里边保护罗健儿保护真不错啊 嗯第一反 主要是罗健儿在防防守的时候啊 我们中国队没有一次内线中锋去坐着打一个地位 然后包括在突破进去以后 他的这种协防啊他没有太多 他有好多好多这个收缩帮着这个罗健儿挡了好 是 不容易啊这个落后六分又给翻回来五分 哎哎哎哎哎不是这个菜两边啊 哎呦都含糊了就只有范子民很清醒 但他没投进可惜了 他这么轻松的拿到了门球之后 我不信他没含糊 哈哈哈哈他自己都是 他肯定自己也含糊了要不然这球不会不进 范子民不错啊 范子民的正负值是达到了十分 他在场上的时候对这个罗健儿的限制 再也没让他拿分没错 出来了中锋队也是两个人去延误持球人 看底角啊 墙头啊 哎呦这就是老韩国队的风格 这是韩国队的打法 啊许熊 7号是李又熙 赫西宁明显这个球啊 就因为之前的一次三分线外的犯规 没敢上的特别凶 哎哎哎 后撤了一支 今天咱们被罚球啊 说实在话也不怎么样 你能看出来吗 嗯 今天双方在对抗上付出的 体能 对 体力是非常多的 所以一个是影响罚球 第二个韩国队还有一些走步 对对吧 这个都是高对抗的一个反应吧 好 最后的1.2秒 张队这边呢上一个相对的大个 2米04的张仔希 其实就是他是把这球接下来就行了 时间是不够啊 没有了 哎呦 第一次忍了 一大跳 好 上场比赛结束 45比43 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的2分 好咱们中场评球呢还是先请霍南指导给我们讲解一个上场比赛发生的战术 好 好 各位网友欢迎回到由腾讯体育腾讯视频为您带来的2022年亚洲杯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小股菜的下半场 这场球呢是我和霍南指导还有洪选老师以及雪儿一块陪大家看的 上场比赛的中国队是暂时领先的2分 就是咱们中场的时候得到的消息啊就是确实这个疫情啊对于中国队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刚才那个跟带队去印尼的胡雪峰指导 嗯 沟通了一下大王现在身体还不舒服 对 所以今天打不了 呃 他说的也是中国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们应该都能体会啊内线从来没有这么捉进舰走过 呃 全部靠信念支撑 哎 中国队今天所展现的风貌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所以呢 像咱们赛前连线的时候问周队啊周鹏周队就是说 无论什么情况只要穿上这身球衣 胸前有国旗的时候呢大家的这种信念感责任心都是爆棚的 呃也希望呢中国队能够挺过这个困难拿下这个这场比赛 因为毕竟韩国队呢也是自己小组中最强的一个对手 上场比赛呢从数据上来看中国队里边得分最高的是赵瑞和顾全 顾全今天在三分线外的发挥非常出色 八投四中 呃 赵瑞呢同样也是三中二的三分球投篮是十中五 除了这两位之外呢孙云辉是拿到了九分以及三次助攻 三次助攻呢也是全队最高的助攻数 对中国队还是要防这个韩国队的三分 他的三分在第二节有抬头的苗头 第一节出手三次第二节出手九次啊 进了四个 第三节呢韩国的第一攻是把球给到第一位啊 第三节中的这边啊是让范子明首发了啊 范子明好像还没让他得分呢 嗯 对 哦这个长传球领人啊哎可以再往前领一领 胡亦娟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哎或者说你说罗健尔如果打不出来了 就是得分很困难了 会不会逼着韩国队去大量的触手三分 首先一点他肯定是韩国队就在上半场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攻点 嗯 那如果他这边没有办法的话我相信可能会让韩国队寻找更多的进攻手段 但是我又担心啊韩国队万一投封了呢 对 这其实也是死骄逼让啊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可能出现 呦又是个大板 范子明晖呢刚才去第一位打许勋 最后左手没有终结 其实投篮的空间是让出来了 范子明给范子明晖做远货 哦开口吸引防守看底脚胡明轩的三分球怎么样短了 哦 看这球最后是吹罚的谁啊应该是赵锐在退防的时候的一个犯规 嗯 其实这个反击快攻的机会并不是很好啊 哎 照着有一个腿部的一个犯规 哦 这这球 因为身高差点所以就是往上面扔扔到了板上 哎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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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的罚球其实都发挥的不好 呃中国队这边是赵瑞四中一 胡明轩二中一 孙明辉三中二 顾全发进了一个 韩国队这边呢 许勋是三中一 然后罗剑儿一中零 崔俊勇三中二 李大宪是四中二 那朱峰这是不是又换人了 是换人下了孙明辉 孙明辉下的话呢 徐杰没上 是贺希宁换的孙明辉 赵瑞篮下停球了 注意时间啊八秒钟 有小打大的机会 没给没打 还突他 进来左手上篮 哎呀可惜没有能够投进呢 下半场我们两次突破都没有藏 诶诶 韩国队这边反击起来 其实对中国队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对我们一个战 都知道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非常的及时的 我们一个战术犯规 所以杜丰知道这是一个等于是被迫性质的暂停 所以咱们看看暂停回来之后呢 中国队这边有什么样的变化 韩国队啊第三阶上来 他的外线压力同样非常大 看一下胡明轩 险些掉球 范子明的中距离 也没有 这个中投其实挺难的 因为下面有一个人啊 一定会对你心里产生一阵的影响 一位 上加击 上加击的话呢 其他位置要回位快 这条刺吹了投篮反规 赫西宁的反规 赫西宁在一段时间 他的防守端的作用 没有体现出来 反而成为了韩国队比较针对的一个防守点 我是觉得范子明在篮下 控制罗健儿这么好的效果的情况下 就不要去协谎了 这样呢给他传递球 否则会带来很多的机会 所以他们有三分又准是吧 所以刚才篮下一夹击我也很诧异 对 罗健儿在这个位置往里吃的话 离篮矿有点远 看看范子明怎么防啊 不要跳 上加击这个还行 对方没投进 这是你赌他不进啊 但是你上加击的话 对于韩国这样的球队 这个三分线赵锐好行 保持高状态啊 哦 今天赵瑞表现得太出色了 三分球是四中三 而且就是在全队基本上都压火的情况下 有这么一颗三分球真的是金字般的宝贵 还是和罗健儿这点打挡拆 后面抠着一下 贵心抠着一下不错 篮板 拿篮板 范子明收下来了 我感觉今天范子明这表现比联赛时候强多 现在就外线啊 就是靠赵瑞 好凶 看看能不能再把球权打回来 再打他一个 好大漂亮 中间 顾拳的空切 对 他的机动性非常强 站在三分线外你又不敢放他 但是呢一旦有夹击 他还会往里拐 现在中队其实无球移动还是不错 对 对 就罗健儿两个三分了 对 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该放也得放 毕竟他不是一个常规三分点 对 是 六脉神剑有一件没一件的 对 但是我发现就是罗健儿三米之内没有人的空位 他还挺准 顾拳和赵瑞之间挡拆 这是个办法 因为现在这两个人啊 是中共队最有把握的进攻点 你看 范子铭很快到位了 到位了不要协防 你就让他打 对吧 对 看中共队前场三打二 机会 孙明辉 哎呀 今天我们有三个上来没进啊 下半场 对 而且啊 霍兴宁其实应该往外再拉一点 再来 顶住 哦 不要下手 哎呀 还打进 这个也是第一次动起来去打范子铭 对 你看 原来他不是这么打的 唐国队这个也是也是真逗啊 就是 反正一个在亚洲有这么好传统的球队 到最后没辙了 然后 嗯 他们反正无所谓 他规划来 就要用就往狠了用嘛 是 中队这边呢是把富豪换上来 就是稍微保护一下范子铭 看到现在 罗健儿的休息时间可能加起来顶多只有一分钟 对 赶紧处理球 这是第一次犯规 对 韩国队用了一个全场的122 是用三号位的一名球员去防第一刀 利用一个身高去给中国队做一些干扰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我觉得就是苏老师说很对 就是杜峰指导带的国家男篮他是不怕紧逼的 嗯 而且你像一般都是三号位阵型 本身能运能控能传的人就多 因为在联赛里面广东最平常就是紧逼别人 是把球 狐明轩的突破 哎呦 四个上篮没进 是 包括孙明辉和狐明轩刚才这个 你这四个上篮50%能力 现在都不至于落后 嗯 孙明辉现在比较被动啊 就是 5号位上的就是篮下的保护这块 我们实在没人换呐 嗯 对 你看许萱突进来之后 他在找队友 他们队的第一罚命中 孙明辉现在也是三次犯规啊 他是队里的第一号 选拟组织后卫 国际比赛是无犯法下 对 如果罚进就是第二次落后6分 嗯 中队这边呢 哎呦上江伟泽了 江伟泽对 嗯 江伟泽是一个外线的投篮点 看一下孙明辉 突进来 这个球啊要分到江伟泽这就好了哈 是或者互全都挺好 他也不行了 没压线吗 还是出界了 出界了出界了 韩国队没把球将控得住 这场比赛上 双方拼的都够凶的 江伟泽的三分啊 百分之40多名中赢 对 而且他敢投 江伟泽呢他是等于在吉林青年队的时候啊 十几岁就是韩国教练 呆 中国队呢重新获得14秒进攻机会 贺希宁 选择了突破一个起码射箭 还是没有能够打进 这次比赛 中国队名中率是比较低啊 对 还是个五次上篮都没有进 嗯 哎 现在是富豪在场上啊 加 好球 宋明辉这个防守到位很快 再来一个 怎么样 江伟泽 一定要进 江伟泽的优点就是我从来就不处 对 你场进八个的人的是 该投还是投啊 就是 江伟泽国家队首次运动战得分 你看他 而且他快 他能跟得上这个许勋的脚步 又来投了 这没有 哎呦 罗建儿 三个三分 好像他第一次啊 连着进三分 对 前面的是这 投进一个 然后光光打几个铁 想办法啊 嗯 这边富豪在低位 再来一个 不打 船头豪 再给富豪 在这时候投篮点 中距离 哦 江伟泽上来之后 作为骑兵啊 对 很好的表现 打得很活的 关键是防得住啊 嗯 那现在 哎 韩国队这边也错失了上篮 看一下中队反击怎么样 再来一个 哎 哎 这是 太过于谦让了啊 对 江伟泽 不符合你的个性啊 江伟泽一看啊 底线站的是顾全 是 这两人都很准的 是吗 对 有一感大局支在那儿 所以就有点谦让了 其实那个球啊 江伟泽传给顾全的时候 你看顾全都以为 你要投了 要投了 而且他走向江伟泽那个方向 有这么一个移动 就是 投篮的感觉和节奏 也让顾全 就是不太好 没错 下一次可别欠让了啊 机会出来 就是你的机会 让你上来就是干三分的 投手的见血风猴啊 看一下 顾全利用身高拔一个 现在其实他自己的效果 更好一些啊 对 因为他是体能最充沛的 对 对 哎 让他投了 罗健尔这个突破啊 节奏不错 罗健尔一会儿三分 一会儿上篮 又活了 这个点要活了 对东部队很不利的 领先的六分 但是啊 从体能分配上来看 就是第四节 罗健尔这边 会不会体能下降 罗健尔 罗健尔 突进来 还没有 可惜啊 一六次上来没进 对 哎 这球不给 走过了吗 哇 运的超过肩膀 这个球没吹 对 撞进来 唱得不错 可惜 干扰对方第一次战术的发起 漂亮啊 没拿到 韩国队头超远三分 注意一下篮板球的保护 可以 篮板 罗健尔啊 有点篮下 是有点触入的一个范围 对 超了 咱们这次 股权确定打得真不错 咱们这次驰援 这个亚洲杯的球员啊 在场上 其实打得还是比较放松的 其实对他们来讲很困难 因为好久没打比赛了 对 防得不错 哎 有犯规没有推啊 这个球不犯规吗 哦 向伟泽完全堵住了行进路线啊 而且呢有倒地 嗯 罗阿联的话说 就只要不吹犯规 我能把他给拉散啊 八十年的嘛 啊 冷静啊 前两球 互相提醒时间 还剩八秒 嗯 行 江伟泽呢 上来这段时间里边是表现的非常的突出 很积极 对 就是让了两次三分 自己投进一个三分球 然后呢 助攻了一次 嗯 嗯 防尔端我觉得他已经做到最好了 就是那个球进攻没吹 进攻犯规没吹啊 真是有待上去 哇 同时下两个投手 哎 呃 下范子明 范子明也下 那场上情况会比较紧张啊 嗯 这四十二点五秒呢 反正回合数不会特别的多了 六秒钟 这是为了 十秒 贺希宁停球了 这个位置停球太高了 哎呀 还行 就是没有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大家也都不适应 大中锋也没了 然后这个 姜伟泽也下去了 体能好的也下去了 不全有三分威胁点也下去了 这段时间就想跟结尖连起来 让他们喘口气 我们还有 应该有十秒钟的攻击时间 六秒 哦 哦 离他有点远 但是还有这个 这节啊 这节我们篮板球是追的 这节篮板球对方抢的多 呃 华球了 个人的第三反 对 华球了 第一阮有了 第一阮有了 两阮全重 十点六秒呢 中国队里边请求暂停 布置最后一攻 刚才那次进攻 把几个重要的点都换下去 就是换人 杨伟泽和顾拳又上了 哎 胡铭轩七秒钟 胡铭轩攻匡 还是没有带好 九秒 赵瑞 赵瑞 赵瑞补的啊 十八分 好 那这样呢 三节过后 59比65 中国队呢 暂时落后着六分 第二阮 第二阮 因为韩国队 其实在第三阶里 他的防守投入 非常高 就是说 对这个对这个队 不是非常的了解 就是如果说他还 他这种防守强度 能不能保持第四阶 而第三阶比赛里边呢 这个中国队里边 其实杜峰指导 他的换人 也还是比较的频繁 然后他那罗剑儿 下去休息了 对 第三阶最后的 一分钟之内啊 也被换下了 就是让他连续 第三阶第四阶 再多一点时间 范子鸣 篮下的抛投 看一下篮板 前场篮板 这球犯规了 因为现在他没有 罗剑儿在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 等于是没有 这个有质量的内宪在那 是 这是中国队 篮下得分的很好的机会 我估计也就两个回合 他要把他派回来 对 因为当时第三阶 最后一段时间段 杜峰指导看到罗剑儿下 就换下了范子鸣 让他也休息 也让他休息一下 然后但是你看最后十秒 哎 这个 又换上了顾全跟姜伟泽 就是杜峰指导 其实还是 见招拆招 另外一点 他还是 就是属于体能分配是很关键 你接着说另外 没怕一直 小范呢 年轻 虽然年轻 但是个儿大 嗯 这个体能的消耗 要比这个罗剑儿要多 对 看他没在啊 也把他换下休息 这种突无分啊 很难防 而且呢 如果突进来这么容易的话 就给了中国队的防守阵型啊 这个堵防增加了难度 对 上线得先防住 中国队现在问题就是场上没有绝对的核心 对 风点 孙明辉 好球 第一球给到富豪 哦 韩国队再一次犯规 嗯 如果能够不犯规直接上篮得分 这就是孙明辉的第六次助攻 哎 哎 呀 这明显的打手啊 球是完全没有碰到 对 今天中国队我们都是属于 我们都不太熟悉 嗯 就是没有了赵继伟 郭艾伦 外线 内线 周琪 王哲林 都我们都不熟悉 他们也是 相互之间也比较生疏啊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 就是阵中有这样一个绝对核心 场上那种领导力 就是大家有魂有根 然后知道去攻谁 但是现在中国南岚这个阵容啊 就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担当 然后呢 勇于站出来 嗯 富豪的罚球不错 两罚全中 双方的还是相差五分 咱来看看中国队这边组织防守啊 因为就不知道韩国队来了 篮板 哎 这个球 硬气啊 富豪多顶一会儿 范子民就多歇一会儿 韩国队没防上来啊 看一眼 孙鹏 好球啊 漂亮 哇 这个球果断啊 所以我们每一位打韩国队都有上加表现 今天比赛里输赢不说啊 从这个比赛情况来看 韩国篮球完了 韩国队完了 他这三分没有那么杀人了 就是你原来啊 你不能给他留空位 空位他还能进 嗯 但是呢 那原来那种顶着你也能进的少见了 哎 所以你看罗建然不在 休息了这么长时间 嗯 是吧 果然 果然啊 果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凭借一个33岁的规划球员 要这么的打罗建然当詹姆斯打一用的话 那你这个你这个这个队怎么办 没办法 他五号位没人了 嗯 看着他从拉特利夫打成罗建然 Laguna 他这个韩文名叫Laguna 一段时间中国队又把分差缩小到两分了 嗯 最大时候是六分啊 那段时间 八分 嗯 八分 八分 其实 呃 中国队坚持住 第一 范子明压住罗建尔 一防一 不要协防 不要夹击 然后让他听任他把球倒到外头去 对 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 给他守住 这样呢就 肯定会命中力会下来 是 另外呢 刚才一段时间追分就是因为孙明辉打得好 没错 嗯 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是孙明辉和赵锐 这两个发起点是很重要的 姜伟泽又来了 姜伟泽又上了 这是真是临危受命啊 小伙儿真棒棒的 哎 里边进攻犯规 要为孙明辉的时候 嗯 哎这一节比赛啊 韩国队的犯规数 累积的比较快 好像已经三次了 我们没有 嗯 他没有罗建尔 他啥也没有了 为什么罗建尔 替那么长时间刚才 他本来不是能打四十分钟 他也 上半场干了三十九分钟 他也三十三次了 刚才反正我看他在场下的时候在活动那个跟剑啊 他确实之前受过大伤 之前受过大伤对 现在范子民还在休息 嗯 同队外线绕千 赵锐 赵锐的中距离 看一下篮板 哎呀可惜没有控制住 杜志导挺能忍的啊 这个时候范子民还在下边 哎呦给他中头了 这是韩国队的绝技 这个棒子有点大 对 嗯 回来之后啊 他这等于也是打一半转换 对 他也在轮换当中 二十六号江向载 嗯 杜志导给出来 球重新回到赵锐这边 想办法吐啊 吐完了给这个 江伟泽 小新生高地位 小新生高地位 这球没接好 哎 投他 五秒钟 小打大 江伟泽 投他 篮板能不能拿到 很可惜啊 过来之后赶紧退防 赶紧退防 其实就正面那个人 防的我们没有防到位 没错 中国队这边呢 也是请求了暂停 六十九比六十五 防嗯 呃 出那个战术的时候 我就啊 知道我们导演的一个意图啊 包括刚才我们 其实就是防尔端退防也慢 然后另外一点 在这个防罗建儿这块啊 我们其实真的还是缺失一些的 哎 这球没犯规吗 不能有这种失误啊 哇 又是退防 犯规了 呃 这个呢 就是我们赛前讲过的 就是他没吹犯规 就是你的一个失误 呃 孙明慧这边 如果说他的有失误以后 我们肯定在退防的人数上 是不及对方的 因为我们扎得很深 对 这个啊 比赛呢 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嗯 看几名 又到八分了呀 对方罚进是八分啊 嗯 对方罚进是八分啊 现在中文队场上呢 是赵锐 孙明辉 胡明轩 范子明 还有翟晓川 韩国队两罚全中 72比65 我们先多出来和翟晓川挡拆 另外一侧看一下孙明慧 再分出来 胡明轩 篮板 范子明抢得漂亮 范子明 歇完了以后体能上来了 确保篮板 赵锐 赵锐别丢 看一下小川怎么样 小川呢 最后这不是很好的机会 但是篮板就又被 红米轩拿下来了 孙明辉 哎呀 好的 中国队第三个前掌篮板 小川 三拨 好大 四个前掌板 中国队终于把这两分拿到了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甭管怎么样 场上遇到诸多不顺 遇到对方蛮强抵抗 那中国队这边呢 拼抢的积极性 拼抢的意识还在 刚才那孙明慧的球 几乎已经出界了呀 哎 方程 哎 此球 从航空队球员的表现来看 对球应该是判断了中国队 他也扔到界外去了 对 李大成 很成熟很有经验的球员 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其实这个球就是孙明辉 一己之力把这个球防下来了 中队那次成功的防守 现在中队还是落后的6分 赵瑞这一侧 赵瑞这一侧45度和范子明大挡开 赵瑞 航空队 航空队这边注意了45度收缩去干扰赵瑞的突破 赵瑞 外线3分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刚才赵瑞突分之后 换防到他是罗建儿 对 孙明辉很聪明 快速的把这个球转回到赵瑞的手中 好 顾全要上了 赵瑞这边是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顾全上应该是替赵小川 这样在进攻上再加一个炮台在外头 对 罗建儿其实现在打这个范子明 也注意了就是往外拉 篮下没空间 没空间再给出来 这个其实没必要加击 刚才这个罗建儿在篮底下 恨不得搭个房子住下来 他那再不出手或者蹭个犯规 他就真三秒了 这是今天落后最多的时候 对 赵瑞 呼进来 第几次啊 第七次上篮没进 嗯 他在控制时间啊最后五分钟了 六秒钟 哇 那么球 哎 中队这边加快速度 孙明辉左手的上篮有了 不要放弃 现在还差七分 还有四分钟 对 时间还有 韩国队如果从这个时候开始保守的话 不见得说有好的效果 他的压时间 大挡拆里边张晓川在补 罗建儿真是在内线的破坏力太强了 没办法去把他很好的限制 中队这边的快发底线球又出现了失误 为什么从下面开始要去夹击罗建儿 我不太清楚 我认为如果你用范子明的话 他是怕你的 当然他也拉出去投了俩三分球 是对中国队是个很大的影响 看看篮板能不能保护下来 看中队反击 江伟泽给到顾全 贺西宁的中距离 现在这没人得分 对 但是篮板球呢 中国队这边拼想的还是非常的积极 让江伟泽在场上就让他提供三分 一定要想办法战术打过去 打过去来了 还是暴露的早了呀 而且下半场比赛 航空队里边的防中国队挡拆之后 后卫球员的突破 暂停暂停 航空队防的是不错的 三分15秒这边中国队已经落后到了11分了 就是我是觉得队员要理解杜志导的派人的意图 就是说江伟泽在这个时候上去 因为他有身高上的这个劣势嘛 嗯 肯定是要进攻的是吧 对 你要想办法就是这个球座也要做到他手里去 准备派上江伟泽有一个细节 就是都风之道走到江伟泽面前 啊 因为情况很紧急吧 就跟江伟泽做的那个手势给我的感觉 就是要让他放开该机会大点 对 正的他打不了我们 小川我让你晃 你在中间跳起来那下干嘛呢 就是防之后那个 你也不是该包也不知道传出来投不成分 你挡猜快点往下走 好不好 啊 打个二下 叉八 固拳那就你接完回船 给他做好同样演员 看一下有给他偷了啊 突破没有接挡猜要不要上线去啊 从不早点出球 外面打你 坚决投了啊 肚子老是罕见的 没有批评啊指责啊 嗯 而是微笑大家看到吗 嗯 他也知道现在中国队 今天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打这张球的 对是 有点儿今天这个数据啊 确实非常的亮眼 25分13个篮板球 不 顾全怎么样 对方冒呛了漂亮顾全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还差八分三分钟的时间 你让他耗时间没关系 我们有足够的回合呀 对 抢他的球想办法啊 和地位 好的防下来了 独队狼板球 打反击 他不敢呢 孙明辉 给跟进的球员 造成散规 我孙明辉这个 你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围体 你知道吗 对是 裁判没吹 啊 孙明辉其实还是很松弛啊 哪怕在这个比赛最后关头 还是最后 特别有传球 老实说啊 这场球不管输赢 都是给今天的中国男篮 嗯 得 输大母哥的 对 那些 但凡有个王哲林 罗健儿也不能打成这样 是 孙明辉第一罚有了 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 现在呢双方是相差的七分 该说五货不说啊 今天富豪在罚队线上的这个打握 确实挺高的 六分球两分半 防下来 对 注意抢他球啊 两个回合的事 拿出动 控制着 对 拿出宏远 平常 搞破绽 上来 姜伟泽 缠斗 许勋 这球是推了富豪的阻挡犯规 这挺好 因为我们是三次犯规 就是把这个犯规用到道日上 对 其实我特别想看健康的周琪 如果在中国国家队当中啊 罗杰尔会打着什么样 就 他应该全部到外面投三分了 嗯 中国队进攻时间还有8秒钟 中国队防守犯规 这回是满了犯规数了 对 也好 后面呢如果是要用犯规战术的话呢 就是直接犯就行了 篮下漏了呀 篮下漏了呀 韩国队进攻端啊就是 其他球员跟罗杰尔去打挡拆 对 中国队这个就很难反 要三分了啊 股权外线晃了一下 哎呀 还是没有 打了点劲 助攻呢现在韩国队也是超过中国队了 二十比十六 赶好球 富豪盾的 前场球 球权没丢 双方是相差的八分 中国队现在前场发球 都风知道也跟队员在示意啊 出几回就投了 看看这个底线球战术 因为江伟泽一次机会都没有 你看 再给一个 和福豪 手地手加挡拆 漂亮 江伟泽 人肚子长派江伟泽在场上有目的 对 强 你看这灵活性啊 超过两个掩护 现在只差五分 比赛还有一分二十秒 横空队道的篮下大打小 哎呦 二加一 可是还是 因为你 你的这个扩得很大方啊 所以篮下是一击而中 中国队还是要总结总结 就是有些不该包夹的球 不要包夹 包括刚才这个球也是顾全 去帮着去防 其实我觉得 刚才那个球啊 完全可以凭一击之力防着的 对 然后你一包夹 哎 内线空了 哎 对方也没法进 七分 还有机会 要三分啊 抓紧机会 对 还有机会 孙明辉进来 这没犯规嘛 这个在罚球线的位置 就让他搂着进来的呀 你看 这搂着 啊 这 孙明辉的根本发不上力啊 这个 这两人 并不是起跳之后的犯规 就是在起 合球之后 对 起三步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抱着了 这个宋教昌是跟孙明辉跳交一舞吧 嗯 哈哈 这就是属于乌鲁偏逢连野雨啊 裁判员还是要通过回看来 来看一下这个球 他想看谁出界 嗯 他不会来改判那个 犯规 犯规对 那就是这个球 看看看看 在前面 已经是犯规了 你如果看出界的话 我还是倾向于孙明辉出界 但是这个没犯规嘛 好 这都给搂起来了 扛里一个叫孙明辉的麻袋起来啊 因为孙明辉在往前前进嘛 这防尔球员直接从后腰这个位置搂着 你就很难去加上速和发上力 改判了 这两个裁判呢 看完估计心里头也 有点内疚 刚才 你回来替韩国队一进攻反规 这事咱就算没了 对不对 要不然这关键时刻啊 追分的时候你出现这么大漏判 你而且你回看了 你没法说你没法说毕脚了吧 现在是要耗时间把15秒耗干 然后这比赛就定了 就不好了 我们还是有一些细节 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对 下门场了 下门场比赛呢 就是 韩国队其实他的防守强度是在提升的 所以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中国队的进攻 虽然有部分回合打的是不错 但是呢就是还是迫使我们的运动力在下降 给他 就是这支韩国队大家可以看到啊 真正矮个就许兴一个 对呃他那个许雄都要一米八六对 然后剩下的都是一米九几的 甚至呢 就是我们数了一下 有123456789个人 在1米962米2米02 韩国队整体的身高 是比原来要高好多 是 所以有时候你看 杜志导派这个江伟泽 上来不派他上去 也是因为顾及到身高的问题 然后还有徐杰的使用 因为徐杰用的很少 也是跟身高有关系 这样我们今天五个位置里边 有两个位置实际上 是很严重管人的 就是一号位跟五号位 这么困难的条件下 这个比赛啊 就是说撑了得有三接半啊 当然了这个输一场比赛 中国队跟澳大利亚队的 这个就碰不上了 是吧 大局 这个球确实很漂亮 比赛呢 最后的36.2秒 吹了韩国队进攻犯规 现在就是要三分 现在就是要三分 抢了一个快两分 今天会犯规 犯在许勋身上 许勋前面有两次 但是这个就没法作为一个 怎么说作为一个定量来说 我们毕竟人家是个头手 中队呢换下了孙明辉 四个犯规 最后 孙明辉罚下了 罚下了 今天孙明辉数据相当的不错 14分6个篮板7个助攻 赵锐给底脚这球 失误了 韩国队已经预判到了 要找外线的三分机会 好棒 胡明轩 回身的封盖 胡明轩在防快攻 这种追击大帽上 这是他的一个技术特点 经常贡献非常漂亮的这种大帽 很提气 最大的问题呢还是来自于时间 现在比赛还有最后的17秒 这一场比赛 明轩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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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这个对抗的一个延续 是 因为这个比赛呢 亚洲对我们说跟什么世界杯啊 奥运会都不挂钩的 已经不是原来的亚警战 对 但是还是见了面就剑拔弩张呢 主要还是过去老传统 谢谢 华健尔今天打得不错 22分 9秒钟 好 好那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81比93 工夫队呢 在亚洲杯小组赛的 第一场比赛里边是失利 当然的这个 其实这是在我们几乎全部主力 因为新冠缺阵的情况下 造成的这么一种结果 你想想就是 今天没打的这些人 周琪 郭艾伦 赵继伟 王哲林 这算是四大主力吧 对 包括像朱俊龙 如果有朱俊龙的这样的 一个封线的一个防守看 这样 可能比赛的结果都不一样 打了半场好球 对 下半场呢 其实我觉得有些应对啊 是不错 但是呢 就是大家在一块的这个默契程度